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新的穴位 名字叫做木火穴 木火穴呢,是董公当年治疗这个高明国总统老诺总统的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时候 发现的这个穴位 董公也是因为这个一战成名 从此呢,董是其穴,风靡全世界 那木火穴呢,我们从字面的意思来看 这是木头,然后呢,木头着着火,轰轰的着着一堆火 首先想到肯定是温阳的效果比较好 那我们实际在临床中呢 这个木火穴呢,首先呢,它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的特效穴 另外一个呢,它对这个四肢寒凉效果都特别好 尤其是下肢寒凉 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手上 我们一般说什么 手上的治疗腿上的,腿上的一般治疗上半身的 另外呢,我们在临床上呢 主要用它来治疗什么? 治疗膝盖疼,效果非常好 治疗哪一种膝盖疼呢? 就是有些时候你感觉这个膝盖冷痛的这一种往外呼呼冒凉风的 像这种情况,我们用木火穴,效果非常好 那如果比较严重的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加上这个火煮穴 就是上面是木火,底下是火煮 因为我们取的是这侧膝盖疼 那你就是这侧的木火再加上下面的火煮 因为火煮嘛,我们一听火对应的心之煮 董工一再强调的一个理论叫强心窒息 所以呢,底下呢也是五行属性属火 这就是什么,它治疗这个风湿性的,哎,效果比较好 这个治疗这个含凉,呼呼冒冷气的这种效果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木火穴在哪个位置啊 嗯,木火穴呢,在我们的这个中指 中指上面,这几道横纹 它有一条这个最深的这道横纹 在这个横纹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木火穴 我们进针的时候呢,是横针 进针皮下半分之一分 就可以向着小指的方向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 木火穴的这个进针方法 我们的木火穴呢,在我们的中指 最上面这一个指节的 指节横纹 有一套很深的横纹 取它的终点 然后进针的时候,我们是用的皮下针 向着小指的方向 进针半分或一分都可以 然后我们扎针的时候,你先消毒 消毒,你看这是终点 但是我们进针的时候呢,你稍微往后退一点点 然后进针,针尖,扎到这个穴位处就可以了 这是终点,从这开始进针 然后进针 这就是我们的木火穴 如果大家喜欢懂事齐穴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刷洞 刷洞 刷洞